2 2 3 3 1 7 年快 這是前年5月天跨年演唱會的盛大場面 如今這個場景已經確定將會在高雄重現 5月天所屬的鄉新音樂 19日傍晚在臉書貼出最新文章 證實經過1740天的等待 終於在12月底 將會在高雄的試運組場館舉辦四場演唱會 而其中一場就是跨年場 除了要用歌聲陪伴粉絲跨年 再瘋狂一次 5月天更提供5000張門票 要邀請辛苦的醫護人員一起進場參與 不過除了粉絲及醫護人員 同樣興奮的 還有試運組場館的周邊店家 同樣舉辦跨年演唱會的還有藝人成聲 雖然去年中斷連續27年的紀錄 但今年重新復出 特別意義重大 原來去年11月 陳生發現了口江惡性腫瘤入院治療 加上疫情影響 停掉所有演出行程 如今抗癌成功 選在熟悉的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重新舉辦跨年演唱會 也要讓粉絲看到 調養作息後 重新充滿能量的完美演出 TVBS新聞綜合報導